邓小平晚年最信任的三个人,两个任军队邀职,一个成国家主席。 众所周知,邓小平是中国近代的伟人,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外交家,深受爱戴,而被他看重,赏识和气重的人,都必将会有一番大作为,比利李鹏、洪学日、杨白冰等,都成为了大名鼎鼎的人物。 今天笔者要给大家说的是邓小平晚年最信任的三个人,他们不仅和邓小平是好朋友,还老大一壮,出任要职,两个成为军委副主席,一个成为国家主席,十分厉害。 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,1978年正式复出,是一世七十四岁高龄,而当时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都是曾经的中国元老,年龄普遍偏大。 邓小平一边致力于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,一边在位党和国家培养年轻干部和接班人,而在他晚年培养和提拔三位国家和军队领导人,最后都成为了了不起的人物。 1987年11月,十三届一中全会上,邓小平提出了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,中央政治局委员,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等多个职务,但仍保留军委主席一职,为了国家和军队的稳定,他亲自向中央逆见了两位从长征时期走出来,的老将军刘华清上将和张震上将。 由于邓小平的历见,已经71岁高龄的刘华清三次升迁,1987年,刘华清与洪学志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,1989年,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,再次推荐刘华清出任军委副主席,成为第三大领导集体的得力助手,并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。 1992年,邓小平给中央政治局写信,又一次推荐了刘华清上将,建议刘华清以军委副主席身份进政治局。 76岁的刘华清进入了中央决策层,直到1997年才从领导岗位退下来。 由于邓小平的信任,81岁高龄的刘华清在军委领导岗位上整整工作了十年,而在1992年十四大上,邓小平初来刘华清上将,还推荐了张震将军出任军委副主席,两人共同辅佐的三大领导集体主管军委日常工作。 邓小平晚年推荐和提拔的人中,还有一个出自四川昭明革命家族,杨氏家族的杨尚昆,他不仅是伟大的老革命家,也是邓小平第三次付出,后的重要助手,深的邓小平信任。 杨尚昆在文革期间被撤销一切职务,被监禁达十二年之久,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党中央才为企业彻底平反,恢复了名誉,之后,杨尚昆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,副省长。 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,兼任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,党委第一书记,在广东工作期间,他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确立的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,贯彻执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, 制定的把工作重点,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,让来着战略决策和一系列方真正策,取得很大成效。 1981年7月,杨尚昆任中央军委常委监秘书长,第二年9月,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监秘书长,协助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。 1985年中央军委,按照邓小平裁军一百万的重大决策,在杨尚昆的具体主持下,胜利的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。 由于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各项政策方针,深了邓小平进任。 1988年4月,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,杨尚昆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, 他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,参与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,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,做出了重大贡献。 邓小平不愧为中国近代的一代伟人,他拨了石码,提拔重用了刘华清、张震和杨尚昆,这些优秀的领导干部,这就是一代伟人的胸襟与气魄。